您肯定不会轻易地向他人透露您的个人资料和财务情况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信息交给网络罪犯呢? 防止自己落入网络钓鱼骗局的陷阱 学习识别网络钓鱼的迹象 例如那些要求你提供个人信息或带有可疑链接的手机简讯 这样才能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和金钱 做好防范、安心上网 更多网络安全的贴士请浏览以下网站 感谢观看